看到这个还是蛮漂亮的北冰蓝 但这确是一个冠军版本的车型 最近拍的比亚迪的冠军版 之前还是比较多的 那今天迎来了海豹的冠军版本 那作为冠军版 首先颜色肯定是要统一的 冰川蓝的配色依旧给配上 那其实现在来到了二三款的海豹的话 可以说在于是升职加薪 比亚迪也特地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功课 其实在外观层面的海豹的冠军版本 跟之前那个版本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区别 但是你唯一可以找到的区别 就是在西柱的三角川这里会有所改变 那以前的话会在这里留下一些小水滴 类似去年刚上是那个版本 唯一的一个能证明是老款的身份 但是现在的整个新款的话呢 在很多的方面跟之前的版本是保持一致的 也不难理解毕竟呢 海豹上市呢也不过是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现在再次升职加薪 我觉得这个诚意还是比较足的 只不过我有一点小不明白 就是既然你是主打一个年轻运动的车型 那18寸的加通轮胎可能会有一点稍显复出 海豹呢毕竟是比亚迪目前主打年轻运动操控的车型 如果说在轮胎这块能够继续的配备那些主打运动操控的轮胎的话 我觉得它的底盘的表现肯定能够更加提醒 那海豹的冠军版本呢在外观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化呢 也很好理解毕竟这一台车型呢从去年才开始上市了 但是呢在车内的话呢 特别是在配置这一块呢还是有一些小升级的 例如说全系呢现在都是标配了电子儿童锁 以及这个iPhone FC解锁的功能 那像这些小功能的加入呢 我其实我认为对于老款车主来说呢影响并不算太大 那么我们今天拍摄的这一台车型呢是军贵型700公里的续航 那售价呢是22.28万元的 那相比于同级别的很多的产品来说呢 这个价格确实还是蛮有竞争力的 当然除了配置上面会升值加薪之外 我觉得在这一台车内的那种氛围感的营造呢 确实还是蛮棒的 因为我觉得这映入也连这个超大的天幕的面积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从前排一直拉到后排乘客的后脑伤的后面 哇这个片幕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级别当中 数一数二做的是非常大面积的 那同时呢在车内的用料也是非常棒的 除了能够在中控台这一边 找到这些脊皮发毛皮这些材质之外呢 像我面前这里呢有这些皮革的包袱 包括像车门板呢中央扶手箱这里呢 都有这些皮革的包袱 让整体那种质感的营造真的是非常棒 同时呢前排这两张座椅也并不是一个样子 它是真的有承托力的 特别是我人坐在这里的话呢 那种包裹性啊还有两侧的支撑力 都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所以说海豹呢它作为比亚迪目前 唯一一个是阻打年轻运动并且是强调于操控的 纯电的车型来说呢在这些地方的一些小细节啊 都是有真的有料到的 虽然说呢现在呢很多的纯电动车型呢 在低重心这一块的营造确实还是比较棒的 而因为电池压在中间这点呢就是天阳的低重心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去横上对比很多的同级别 或者说同价位的车型的话呢 那个车内的坐姿或者说车内成员舱的空间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影响 那电池的排布呢你要那么就放在底盘的下面 那放在底盘下面的话呢 肯定会对这个离地的间隙是会有所影响的 那如果说放在这个座椅的下面的话呢 那肯定会抬高这个驾驶员或者说乘客的一个坐姿 对于车内成员舱的空间呢肯定是有所影响的 C2B这个技术的话呢 一来的话能够增加这个车价值的刚性 二来的话呢也能够降低对于车内成员舱的影响 不否认海豹冠军版本的车内的氛围以及配置呢 是非常出色的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的吐槽 那毕竟呢海豹作为BRD现有最强调于操控跟年轻运动的车型的话呢 在关于驾驶模式调节这一块呢 我觉得还可以更有仪式感一点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开车的话呢 把这个驾驶模式从Eco或说Comfort调到了Sport的时候呢 那在选择不同的驾驶模式的时候 这两块屏幕它并没有一些比较于强调情绪价值东西的UI出来 还是比较的常规的 所以说你在选择不同的驾驶模式的时候呢 只不过是调了不同的模式 它并没有说在这些人积交互啊 以及情感交互上面呢 会有所强调的 那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跟竞品相比起来呢 还是需要再改善一点 OK 从整个售价的跨度来看呢 18.98到27.98万元的售价 五个版本 那么也涵盖了一个强调于常续航的 也能够强调于性能的版本 我觉得现在二三款海豹冠军版本所推出的车型还是比较的完善的 像我们今天拍摄这个700公里的尊贵型的话呢 我认为它应该会是往后整个车系当中的比较的走量的 毕竟呢 要续航的能力它是有的 要这个配置啊 科技啊 以及年前想要的那种比较轻松好开的感觉 这一台车都是能够做得到的 如果说往后要去对标这个特斯拉莫多山的话呢 它都是能够有它的实力所在 以及有它的优势所在的 都知道现在在纯电动车市场的内卷的竞争呢 是非常的严重的 很多的厂商都在疯狂的降价 但我一直都认为呢 盲目的降价并不见的就是一个名字之举啊 那从二三款海豹冠军版本的做法来看呢 就是一个增配不加价加量不加价的一个做法 那像这种做法呢 它肯定会进一步的去赢得大家的青睐的